来到康善基金会做采访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点14分 其实还蛮早的 但是在基金会里头 大家已经开始动作 为的就是要把营养品 及时送到还有的手中 我们今天要去的两个单位 是一个是同种和一个是光田 一早就上工忙着分装 要送到医院的营养补充品 这是康善基金会的早日康复计划 今年迈入第十周年 今年上午得抛两家医院 一转眼火速抵达第一站 同种和医院 要找的是58岁的黄阿姨 今年是黄阿姨抗癌之路的第八年 坚强乐观是她的抗癌之道 面对19次的化疗 一度报受30公斤 很饿很想吃 可是就是那个胃口就是 会想要吐啊 那时候80多公斤 就瘦到剩下50多公斤 而在光田医院 68岁的成天才阿伯 中低收入户确诊下咽癌 至今做了超过三十四化疗 以前说这个不可以的骨头 算严重铁 不可以的骨头就要去看看 透过和医院端合作 找出经济弱势且积极接受治疗的癌症病患 提供两到六个月的免费营养补充品 虽然受到疫情和通膨双重夹击 募款从60万掉到20万 不得已必须减少合作医院 但服务从没间断 我们本来可以提供 大概80到100人的服务 那我们降到60了以后 那我们让他的 就是说提供营养品 原本是两个月到四个月 那我们现在可以提供到六个月 所以就是我们让我们的服务更精致化 这段时间有适当的营养补充 其实对这类的病人 真的是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候 扶他一把 好 你就放轻松 我们开始的哦 下午的康扇基金会 变身健康服务站 提供社区里民基本的身体测量 还有卫教课程 平时也透过便当超人团队 深入校园 从小建立妨碍观念 康扇基金会许多成员 都是医护人员出身 转换身份之后 只想给予病患更多的帮助 来做了就是早日康富补养站 这样的提供营养品以后 我们发现到说 我是有能力可以给资源的营养书 我觉得一直来这是我自己 自己最骄傲的地方 伸出温暖的手 让癌友们不孤单 成为治疗过程当中最美的甜 自己加油 还有癌症的那个好友 大家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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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